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大家聊到的是 7月份的雪儿星座运势 那这个7月份里头呢 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天象 让我们先来聊一下 那我们第一个要聊到的星象呢 是火星跟冥王星的四分像 这个星象其实上个月我们就有聊过啦 跟大家说就是6月下旬开始 一直到7月的上旬 其实就会有一种暴力之气 比较强的一个情况 对大部分人的影响 就是很容易一言不合 就大吵或者是打起来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 尽量就是保持冷静 跟理性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从事运占星的角度来看的话 火星跟冥王星的四分像 可能就跟比较大的战争 或者是使用合资武器有关系哦 那当然希望这些事情是不要发生 但我先跟冥王星四分像的 比较明显的影响大概会到7月9号啦 所以到7月9号为止呢 请大家记得保持冷静 保持平和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哦那第二个比较特殊的形象呢 是7月29号 30号到31号这三天呢 会有水星 土星 还有天王星的T字三角 那T字三角在我们占星树上面来说 基本上T2就是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相位啦 通常都跟一些能量不平衡 会带来一些灾祸 有 比较大一点的关系 那这次的T字三角呢 其实是在狮子座水瓶座跟金牛座 发生的哦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上呢 通常跟这个世界的金融 起伏有比较大的关系啦 所以如果你有做一些投资 或财务上的操作的话 要特别小心注意哦 在7月底 特别是29 30 31这三天呢 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 金融大波动出现 至少我们从这个 世运占星雪上 是会这样去预测它的 再来呢 就是从7月29号开始 木星呢 也会在牡羊座开始逆行 那这个影响下呢 其实比较明显 当然从8月开始了 所以呢 木星开始逆行的影响呢 大概我会放在8月份 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最后呢 是火星呢 在7月6号开始呢 就会进入金牛座 那我知道呢 最近其实通火膨胀的问题呢 对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从世运占星雪的角度上面来看呢 火星进入这个金牛座呢 其实 只会让这个 通膨问题呢 越来越严重而已 所以短期呢 至少在这个7月份当中呢 通膨的问题呢 只会一直变大 不会变小 所以在这个7月份当中呢 大家在做任何投资理财的操作上面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谨慎跟注意哦 接下来呢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接下来这个7月份当中 摄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7月份的行走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那这个7月份呢 对于月座的朋友们来说 其实前半个月稍微比较辛苦一点了 好运大概都集中在7月月底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月里面呢有几段时间呢 是工作人比较好聚会做的朋友们 可以好好把握的时间哦 从7月5号到7月17号 还有7月26号到7月31号的这两段时间呢 如果聚会做的你是正式人物 艺人网红直播主这类的公众人物的话呢 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这段时间呢 你说出来的话呢 是非常有魅力很温暖的哦 你的这些受众 你的这些听众们 你的这些观众们 其实对你讲出来的话会非常的相信哦 你呢对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哦 所以不管你是开直播或是拍影片呢 其实这些群众们都会相当的喜欢哦 当然呢你在这段时间里面 人气就是不断的往上升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工作人最好的时间是 7月26号到7月31号的这段时间 在月底的这段时间呢 因为太阳和木星的三分项呢 其实会带给你很强的正面能量哦 那些正能量呢 会让你过去的努力呢 在这段时间里头开花结果 你的工作表现是相当好的 所以会带动你的升官运哦 让巨蟹座的你在这段时间呢 很容易拿到升纸加薪的机会 那如果巨蟹座的你是正在找工作 想要换跑道的话呢 这段时间去面试呢 也会有很好的表现哦 被录取的几率是很高的 那如果你之前呢 已经去面试过的话 这段时间也很容易拿到录取的通知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有一些事情要小心一点哦 主管比较难搞啦 小人也比较多一点哦 在七月一号到七月九号 还有七月二十二号到 七月二十九号的这两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这个形象的影响 蛮多四分项的了哦 会让巨蟹座的你发现 你的主管呢 还蛮容易发脾气的 心情都不太好了哦 这样巨蟹座的你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因为形象的影响下 你讲话真的也比较直接一点哦 和主管呢 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真的不太一样 那直来直往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很容易跟主管之间呢 产生一些摩擦 一些碰撞 争吵的机会就比较高一点哦 所以跟主管在沟通的时候 记得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时候呢 顺着主管的毛摸呢 你会过得比较顺利一点 另外呢 是在七月十一号到七月十八号的 这段时间哦 这段时间呢 是小人问题相对比较严重的时间 那这些小人呢 就是见不得你好了哦 很喜欢在你背后乱放话 或者是呢 去跟主管打扫报告之类的哦 会制造一些小问题给你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学座的你一定要提高警觉 小心接招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学座的同学们来说 整个七月份里面呢 其实小考校内考试的部分上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哦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校内考试的话呢 就多努力一点 自然就会考得还不错哦 那大考还有证照考试的部分上呢 起伏就稍微比较多一点 有好有坏了哦 7月1号到7月10号 还有7月25号到7月31号 这两段时间呢 都是大考 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相对中等平稳的时间 那如果在这两段时间呢 你有重要的大型考试的话 一定要多努力一点哦 自然就会拿到很棒的好成绩 那这个月里面要比较小心的是 7月11号到7月18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是比较不好的哦 那这位做的同学们呢 主要是在这段时间 玩心比较重一点啦哦 那在备考的时候呢 其实不太认真在你的书本上面 常常看一下书呢 就看一下手机 看一下书呢 就打一下手游 看一下书呢 就追一下剧 没有办法专心在你的书本上面 当然会影响到你的考试结果啦哦 就在考试之前呢 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哦 那考试的时候呢 自然就会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最后呢 在7月19号到7月24号这段时间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的考验就相当好咯 巨蟀座呢 你如果在这段时间呢 有大型考试的话 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这段时间里面呢 巨蟀座的你呢 记忆力是很好的 加上呢 又有贵人相助哦 这些贵人帮你画的重点呢 通常考试的时候都会考出来哦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 把这些重点呢 念进去记好哦 那考试的时候呢 自然就会有更棒的一个好表现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呢 对于上升太阳 在巨蟀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是投资运和正财运 都算中上的一个月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月里头呢 有哪些时间呢 财运是比较好的哦 在7月10号到7月17号的 这段时间呢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 投资与财运是上 是相当好的 容易会有蛮好的一个获利哦 另外是在7月26号到7月31号 也就是月底这段时间呢 正财运是相当好的哦 上班族的你呢 有机会拿到加薪 或者是呢 会拿到奖金哦 另外呢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 做直播带货 或是做销售 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的业绩是相当棒的 一路长红哦 会让你多赚到更多的钱 那这个月里头 要特别小心的是 7月11号到7月18号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被开罚单 被检举 被罚款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就会做的朋友们 只要好好遵守法律规定呢 自然呢 就比较不会被开罚单 比较不会破财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上升太阳 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7月里面呢 交通运势大致中等的哦 那我仍然会有几天 交通运势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巨蟹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那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有两件事要特别小心哦 在7月11号到7月18号 这段时间里面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还有肝脏的健康哦 尽量少熬夜 少喝酒一点呢 对身体都会比较好哦 那这段时间呢 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会有失眠 或者是睡眠障碍的情况发生 如果太过严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治疗哦 那7月15号到7月26号的 这段时间当中呢 巨蟹座的你呢 比较容易会有撞到头 头部受伤 或者是晒伤的情况发生 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是会有腰部扭到的情形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头部 腰部 还有肾脏的健康 希望我们不要吃太咸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 在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呢 桃花运是好坏参半的哦 记得胜选哦 那桃花运比较好的时间 是7月5号到7月17号 还有7月18号到7月31号的 这两段时间 那这两段时间呢 好桃花出现在你身边的 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那可以认识好桃花的管道呢 多半是你使用一下叫软体啊 或者是参加一些网路社群 参加一些群组之类的 或者是呢 你有朋友找你去参加一些聚会的话 一定要去哦 都容易认识到好对象好桃花 想要脱单的话呢 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 还有这些机会哦 另外呢 如果巨蟹座的你是正在追求 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多使用社群媒体 跟对方互动 还有呢 你要在社群媒体上呢 展现你自己的优点哦 只要你愿意在社群媒体上多展现一下 你自己的优点的话呢 就会在对方的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看这个人之间的感情呢 也会呢 与日俱增哦 那在这个月里头呢 其实也是有烂桃花的 在7月1号到7月9号 还有7月15号到7月26号的 这两段时间 烂桃花也容易出现在你身边 那这两段时间出现的烂桃花对象 是还蛮好辨证的啦 多半都是呢 比较容易情绪失控 有暴力倾向的类型 如果你发现呢 你认识的这个新朋友 可能一生气呢 就臭脸臭很久 乱丢东西的话呢 基本上就跟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不要再联络会比较好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 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上升太阳在聚烈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面呢 你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 比较喜欢吃醋啦 对你的占有预适比较强一点的 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安抚 去哄你的另外一半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其实聚会做的你呢 邀约还蛮多的啦 而且呢 你对朋友是相当照顾的哦 所以经常呢 是为了朋友的事情呢 比较常往外跑 但因为这样子呢 聚会做的你就比较少关心 你的另外一半了哦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 觉得有点寂寞 特别呢 是在7月15号到7月26号这段时间呢 你的时间分配是非常不平均的哦 很容易呢 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朋友的聚会 或朋友的事情上面 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或者是呢 帮朋友解决事情 其实都是好事啦 但是呢 你要多留一点时间呢 陪伴你的另外一半哦 才不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觉得不开心哦 那7月19号到7月31号这段时间呢 是这个月里的 爱情婚姻最好的时间哦 精心呢 带给你很强烈的浪漫能量 那只要继续做的你呢 好好利用这些能量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多和另外一半约约会 多陪伴另外一半 一起出门走走 聊天谈心 都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很开心 你们之间的感情 婚姻热度呢 也会直线上升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在家庭方面要比较小心的是 7月1号到7月9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 和家里面的长辈呢 是比较容易起一些冲突的哦 主要是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和你长辈 真的想法差太远了哦 话不投机就很容易一起摩擦炒起来 所以呢 在月初这段时间 尽量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和你长辈 有太多的互动哦 要和你长辈讲一些事情的话呢 就距离你自己去就好了哦 少让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接触呢 这样就可以降低争吵的发生几率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